不者尊敬的投机者科斯托兰尼,Costellany,曾经讲过,只有失败的经验才值得学习。的确如此。最近不者也翻看了查李蒙格,Charlie Munger,的书籍。他也有类似的观点,要向失败者学习,若不懂得向失败者学习。 成功有限,今天,不者要分析一个失败个案,希望大家学习这个输钱经验,不者过往在期权教室堂上,一直强调为什么要做股票期权。有种种原因,其中之一是因为港交所00388已经为我们看好了第一道门。 不会让质素太差的股票成为期权股。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地去做期权。可视通过这次快手01024的教训。 我不得不改变在教室股票堂上的讲解内容。要强调期权股也有难货。快手在香港的业务极少,可能是零。对该股有认知的市场人士当然也少。 但凭腾讯00700作为快手第一大机构投资者。名气当然够响,香港的许多散户,包括本人,都是见其母体是股王。 所以放松了警觉,见抽新股拿不到多少股,就用期权shortput操作。结果当然是,只要开shortput,即使是转仓rolldown,也一定接到货满仓。 不者虽然货不多,但相对股价输得多。教训够大,可以成为操作期权股中的经典。 期权教室港好的股票会跌是正常的现象。指示跌后再升。可视这次快手却是快在快速下跌。 图中可见。该股今年2月5日上市。招股价115元。当天就升至345元。收报300元。 再随后的6个交易日更暴涨至417.8元。不者则不时已跌穿70元。至最低65.1元。如用波幅计时跌352.7元或84%。 过程中根本没有反弹。堪称经典。因此我们也要了解到。虽然股王腾讯的盈利还在增长。 但其股价也难以重返股值高的水平。原因是腾讯投资了非常多的企业。快手出现的问题不会是最后一个。 估计仍陆续有来。市场对腾讯也会产生顾虑。是股王声誉的损失。若如此推理。 上市后在限售其内急声后又暴跌穿招股价。这种烂股持续增加。 港交所的声誉也必然受损。由于快手够快取得东京奥运会的转播权。 所以不者当时的计划是等东京奥运会闭莫汉是否有转机。 可惜也是错的。因为花时间看的策略只能用于优质股。 不能看烂股。烂股是遇看越烂。所以见其股价上月底跌穿招股价时。 就什么都不看了。快手起。来都落。跌穿招股价后就是8月6日的禁售其满。 当日成交额是69.5亿元。这当然是大户行为。若从其全看。 8月17日该股行使了196.2万股。 金额约4.75亿元。而行使价最高280元。 最低157.5元。 共有23个行使价。大量散户当日要接货。再同一天行使如此大量。当然又是大户的部署。 估计快手股价会继续跌。因为是烂股。要插至招股价的50。也就是50元至60元的水平才会开始有第一波的支持。 不用时间而用招股价定策略。这样容易操作。也是衡量一个股票的标准。 最后。这次快手的教训是,自己不认知其业务的股票坚决不碰。要碰只能用Long。 请不吝点赞。